110年前的今日,被譽為歷任教宗當中最偉大的改革者之一世世,他就是庇護十世。 在他11年的任期內,改革了公共性體性事的實踐。 在他在1905年頒布的法令之前,較有每年領3至4次性體, 但他提倡更頻密感甚至每天都領性體。 他也將初領性體的年齡由原來計12至14歲降低至7歲。 除此之外,他也在1908年頒布了智慧計劃中座獻令,精簡並且重組了羅馬教廷的架構。 他勾劃出國聖部的職能,並將他們的數量從15個減到11個。 改革羅馬教廷是他與方制國的共同特色。 在庇護十世當選的時候,當時羅馬教廷運作的規則 是由師道五世在1588年定立的。 庇護十世在他的任期內推行了各項改革,並指力平信徒的要理教育。 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無幾內去世。 而在世世40年後,庇護十世在聖伯多禄廣場獲得教宗庇護十二世拆封為聖人。 聖庇護十世的尖禮日在8月21日。 聖庇護十世快樂。 聖庇護十世。 聖庇護十世在明治後。 聖庇護十世都晴空宗俗。 聖庇護十世。